好,大家好,今天上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发酵食物,其实大家会在里面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没有,就是在营养学界,大家是非常反对工业发酵的,因为在我们眼里,发酵只分真发酵和假发酵,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就大家所担心就是豆腐长毛能不能吃啊,什么这个长毛能不能吃啊,这一点恰恰不是我们所在意的,大家可能习惯于看到了,比如说我拿起来这东西要很干净, 但是这个干净的过程本身就是当它里边含有的防腐剂,当它经过了灭菌之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在上海的家里边的一些食物结构,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罐子里边的就是开菲尔,那么这个大罐子里边的就是抗口茶,就是红茶菌,所以当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一个阅历,不懂得发酵的时候,你会发现红茶菌所形成这个菌膜,你会很恐惧, 但是你知道这个凡是见到过酿醋的人都知道,在醋里边会形成一个什么的醋饱,就是很多的酿醋工厂的老工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做醋的老人是不得癌症的,他们日常就是这个醋饱是没人要嘛卖不掉的,捞起来就随便吃一点,捞起来就随便吃一点,而这个就是我们开菲尔所行,不是这个 康普茶所形成的一个菌膜结构,而这个两个就是这个,是我在家里边日常用的,就是用葡萄酒酿造的这个葡萄醋,所以你会发现在全世界对于这个发酵的认知,对于这个陈化的人,中国叫老陈醋,而现在我们没有给你,没有办法给你们展示这个葡萄醋的年历感, 但是你只要是知道,它只要是陈年的经过了长时间酿造的这个葡萄醋,也是跟我们的老陈醋一样,是一个年历感的,它不是个像葡萄酒一样这样的一个滑爽的,这边这个三瓶醋是什么,十年的老陈醋,二十年的老陈醋,三十年的老陈醋,三种不同的年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当我们真正去理解发酵带来的演变,带来的这个变化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我们所谓的健康原则就是让能够希望我们的伙伴在家里边就是触手可及,就是健康食物,就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开飞,我们家里边有康普茶,我们家里边有养干茶,我们家里边有养肾茶,我在家里边还有咖啡,甚至还有什么咖啡,咖啡果泡的这样一个茶叶,所以对于我来讲,日常的生活当中,我只要是渴了, 我随便拿到的,喝到我嘴里边的,都是什么呢,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饮料,所以这就是需要你去懂这个知识,所以我的家里边是不会存着什么啤酒,不会存着饮料,也不会存大家,日常所购买的是什么,什么山楂树下呀,或者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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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天地一号苹果醋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工业勾兑的,不会有什么深发酵的结果,所以在我们家里边是不会存,所以说只存这种健康性的饮料,需要的时候去拿一个就可以了,那么好,除了这些之外,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的一个是什么呢,味增,一个是什么呢,纳豆, 那么其实把这个纳豆倒碎掉之后,再加一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些,包括这个酒精曲呀,等等,就会变成了味增,就是再发酵一下,纳豆是一个冷冻性的状态,所以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呢,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就是什么呢,酸面包,我们家里边自己烤的,然后长得不好看,但是呢,孔径非常大,口感是酸酸的,表壳是硬的,里边是软的,就这么一个口感, 这就是德国人的主食面包,那么好,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醋饱,大爷从陈峰三年的缸里捞出一块肥肉,二话不说,直接撕下一块放入嘴中,大爷却说,这块肉不是他放进去的,而是自己长出来的,其实这不是什么肥肉,更不是太碎,而是生长在醋毯子里的醋饱,当地人也称它为醋额子,它就像一个小生命,会在毯子里慢慢的长大,那么醋毯子里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长出醋, 这是因为过去的酿醋方法和现在大不相同,古法酿醋主要用小米,小麦,高粱为原料,将其蒸熟后加入小料敷屈,在发酵的过程中将粮食中的葡萄糖分解成酒精,然后再添加少许的醋酸菌,这样酒精就被氧化成了醋酸,其实到这一步,醋算是酿好了,但是这样的醋不够香,还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沉化, 醋在沉化后形成乙酸乙脂,这种物质会漂浮在醋的上方,而且味道非常香,一些细菌会依附在上面,形成菌群,这些菌群会逐步地消耗醋里面残余的养料,原本浑浊的醋就会变得越来越纯,呈现出通透的褐色,而细菌死亡和代谢的产物就是纤维素, 这些纤维素不会溶于水,只会漂浮在醋毯子的顶部,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就变成了醋薄,所以醋薄就是个菌膜,由细菌和它们的代谢物组成,醋薄产生需要菌群繁殖,但现在化酿醋必须进行高温密菌处理,这就意味着即使你家的醋放了再久,也不会形成醋薄,所以现在有钱也买不到,醋薄直接吃,味道酸酸爽爽,QQ弹弹, 像吃果冻一样,除了大爷这样豪豪的吃法,陕西人还喜欢把醋饱捞出来清洗干净,进行凉拌,稍微加一些食盐和辣油就可以了,口感和凉皮很香 最后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醋饱都可以随便吃的,主要看它的生成环境,如果酿醋师傅的手艺好,酿醋过程干净又维生,那么形成的醋饱就可以吃 但如果酿造环境脏乱差,醋缸里可能存在有害杂菌和污染,不要说醋饱了,就连醋也不能喝 好,大家看完了刚刚的这个关于醋饱的短视频,我想问大家一下,如果你们看到了一个醋里面上面飘着这么多的黑虫子,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坏了是不敢吃的 所以大家对食物的认知是非天然,而我们更多的对食物的认知是来自于超市 而超市能够让食物表现的干净,清澈,透明,这个状态,其实是违背了一个食物的自然规则 所以只有我们懂了之后,才能够去知道,刚刚我们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些营养师,营养学界,包括刚刚短视频所倡导的 你会发现在刚刚的这个清宁所谈到的这个开菲尔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叫生牛乳开菲尔 所以你会发现它在里面也可以加什么呢,包括加肉桂,加姜黄,其实这都是在营养学界非常简单的获得健康的一个方式 而我们把它提炼出来,做成了一定量的产品,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经过清洗过的开菲尔菌珠 它就会形成一个小米粒一样的结构,那么把它晒干,粉碎,就成了我们DBNF里边所省的一些菌丝 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让我们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 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就是认知方面的不足 因为我们会用自己看见的干净透亮的这个原则 所以其实在我们看来,一个干净透亮的食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害的 而所谓的,大家看起来这样的一些在自然界,自己发酵 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小虫子的食物,才是我们身体能够健康摄取的 就大家一定要知道,小虫子也好,包括老鼠也好,比人类很多时候要敏感 为什么这么说,你会发现,当我们会发现一个地方要地震了 老鼠呀,燕子呀,小鸟啊,它们都会有些感知 人可能到后知后觉,那么就像对于这个食物能不能吃 如果这个食物就像我们家里边买的一些的食物 你放在大自然当中,放了半个月都不会变质 这个食物我是绝对不敢吃的 就是如果它容易变质,那么这个食物是我是敢去吃的 这就是我们日记生活当中要理解 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书籍 这个里边谈到一个什么叫做排毒 那么毒是什么 所有身体所不需要的物质其实都是毒 刚刚我们讲了天然食物,它再怎么变质 其实变质跟发酵来讲就是一个是指的两面 有益菌呢,它就叫发酵,有害菌呢,就叫变质 所以说,当我们做的这个醋当中,其实它就是什么 杂菌会很多,因为你在大自然里边没有办法去确定它是有害菌和有益菌 就像刚刚上午我们说的那位伙伴,他在家里边想学着做浆水 但是他做的那个浆水呢,上面会有一定的长毛 那么他就不太敢吃了,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为什么我教他的方法是你可以买一点浆水 然后放进去,就是我们其实所谓的这个发酵是什么呢 为什么在一些老醋的这个工厂里边容易发酵 就是它在周围环境里边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有益菌占上风的结构 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的茶叶,甚至包括我们的普洱 我们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茶叶发酵 也会在一些老的这个教藏的一个环境当中 所以,比如说我在我的家里边,我在我的家里边去发酵这个康普茶 那么我发酵一个东西的时候,它要接受这个周围的就是一个平等 如果我这个周围的菌是有益菌多,它就能够有益菌长 有害菌多就是有害菌长 而我们向里边投放一些,比如说我放入一半的这种,比如说我喝掉了一半的这个开菲尔 我就把这个生牛乳兑进了这个开菲尔当中放在这里发酵 那么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在它的原始环境里边,开菲尔菌株占了上风 那么其他的菌是抢不过它的 那么它的生存空间会被开菲尔逐步逐步的压缩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人体所谓的毒就是什么呢 我们人体不能利用的都可以叫做毒,所以说对于肠道破坏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洗涤剂 包括我们的香氛,包括我们的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包括一些防腐剂 它在体外能够防腐能够抑菌 到了我们的体内也是能够防腐能够抑菌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营养界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就是恢复到天然食物 你会发现刚刚我们所说的酸面包 德国人吃了几百上千年 开菲尔 高加索地区吃了几百上千年 那么康普茶 这也是一个几百上千年的食物 像豆豉 像纳豆 甚至像我们所谓的这种酸汤 这些食物甚至包括姜水 都是存在了几百上千年的食物 所以说至于这个食物 因为当了我们到了藏区 大家会觉得他们倒苏油 一个看起来很脏的油腻腻的木桶里边 一个藏族老奶在那里倒 然后用手把酸油捧起来稍微抓一抓 那么揪一小块给你吃 你可能会觉得很脏 但是我会欣然的拿过来把它吃下去 因为我知道这个食物是天然食物 它上面的所有的菌都不会对我造成影响 而你们看到的包在塑料袋里边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其实在我看来倒是有所恐惧的 所以说来我们看这里面 麦奇医生所说的 麦奇排毒之旅是什么呢 从心理生理家居环境 那么夺回对生活的控制权 这就像我们讲的 甚至在我的家庭当中 因为我在厨房的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边 发酵着康普茶 发酵着开菲尔 发酵着酸面包 而且我的冰箱里边 今天晚上我就能给你们拍个合集 就是在我北京的家里边 这样的一些食物的一些合集 我冰箱里边常年有着发酵状态当中的面团 在冰箱里边处于发酵 也就是说当我想吃面包的时候 我抓起一个面团 把它团成团 扔到烤箱里边 烤到可能就根据大小吧 三到四十分钟 这个面包就能够成形 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就是培养着这样的一个习惯 也就是说 在我的冰箱里边有开菲尔 就是发酵好的开菲尔 在环境里边也有开菲尔 又有康普茶 又有纳豆等等的这样一些东西 可以讲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厨房间里面 我的空气当中 弥散的其实都是各种样子的有异据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活 要纳入我们的一点一滴 那么导致这样的一个更健康的结果 来我们看看这个里面怎么说 目的是什么呢 改善你们的样貌情绪行为 彻底消除各种病症 过上健康的生活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很多时候我们看医生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前两天的话 梅斯医学做过一个报道 一个医学博士生 不懂呼吸科的基础药物 这一点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在中国会有一句话 叫做酒病呈良医 因为但是你会发现酒病呈良医是什么呢 他只针对一种疾病 比如说一个孩子 他长期过敏 妈妈对于这些知识是非常的专注 他就会在儿童过敏这个单一的领域当中 比所有的医生都要强 那么我们的很多医生 你指望一个医生懂所有的药物 懂所有的学科 这点是不可能的 让助理把那个文章转过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 其实是真的能够颠覆你们的想象 来我看这个里面 那么看看 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 发了很多国际论文的博士 不知道安秀所是啥 安秀所是个呼吸科非常非常简单的药物 所以说这个是梅斯医学前两天 所发表的一个文章 这也是一个北京的内科医生所发表的 你看是什么呢 今年科里引进了一个科学博士 人很优秀 发表了很多论文 那么让人敬佩 大茶坊主任随口对他说了一句 那么某某床加个安秀所 他问我了一句 安秀所是啥 怎么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医生 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医务界 寄予了太多的厚望 但是你会发现 这些医生他自己健康吗 你会发现脱发的 我们单就外表形象来讲 皮肤差的医生 长痘的医生很多 脱发的医生很多 换句话讲 就是有心脑 当然这个我们外观上看不到 但是你会发现 身体不健康的医生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你看这个里边 这个文章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看看他下面的这种评论区 在这个评论区当中也有很多 来我们看看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看看 你看看这样一句话 中国的医院特色 大家会要求我们会发现 到了各大医院 那么有很多的这些医生 他自己包括这样上海北京 博士啊博导啊等等 但是在这个里边 你会发现一个 来了一个博士 独立患药头一天 把留置管给拔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当下的一个什么呢 医学界的一个 真的一个现状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任何一个人 可以在独立的一个领域当中达到 因为你只关注你自己的病 因为你比如说 像一些疑难杂症的话 大家没有必要去关注 那么我们只关注自己的病 那么针对这个疾病领域的一些知识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当我们看了更多的文章 包括今天广东的防疫战 防疫部门所发表的一些 就是什么脂肪肝 你会发现都是一些健康的方式 甚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所讲的一些说法 来我们看看这里面 那么怎么样做 所以说在排毒之旅当中 麦奇医生 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 西方人的观念当中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说这句话 就是包括肤质 因为肤质的话 刚刚我们讲过 只要是经历过 深切的发酵 深切的发酵之后 尤其是因为德国人 吃了全麦面包 包括那个大脸包 这些东西吃了 俄罗斯人吃了很多很多 那么深度发酵 就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当代的中国人 如果你家里没有 有这种深度发酵的这种机会 或者懒得做饭 那么日常生活来讲 就是少吃面粉类的食物 这倒是必须的 就是也是要少吃肤质 这个我们也见到了一些问题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那么糖 也谈到这样一个很绝对的观点 添加糖绝对进食 天然糖也要遵循适量的原则 那么天然糖包括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你会发现 在我给你们推荐水果的时候 我一直借大家吃低糖水果 因为我们吃水果的目的 不是为了补充果糖 我们吃水果的目的是补充什么呢 维生素 矿物质 这个是我们数在里面所没有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今天中午的餐盘里面 或者说我以往餐盘里面 长期出现的是彩胶 彩胶是没有果糖 但是具有维生素矿物质的 还有一个 我给你们所推荐的沙剂 包括蓝电果 都是一些没有果糖 但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矿物质的 其实都是在遵循着同样的原则 所以即使是我们吃橘子 即使是我们吃这种高糖性的水果 甚至包括荔枝等等都要少吃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而添加糖要绝对禁止 所以在我们家的生活里面是没有糖的 就是不会用到糖这个东西来做调味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给大家设计这些茶的时候 就是希望它有一个良好的口味 能够在大家的椅子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们利用的是什么呢 枸杞的多糖 还有是什么呢 红枣里边糖 这种这样的一些低微的果糖结构 所以说来我们看看 大家想象这样一句话 这也就是我们给大家所讲的 添加意味着什么呢 为身体提供了多余的糖 我们身体的糖是来自于碳水 来自于穀物 甚至来自于蔬菜 这些里边都会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糖 大家可能看到这样一句话 试想一下我们的焦贵的身体 如何忍受年龄的糖将在血液当中流淌 什么叫血糖 其实血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你血液当中它有一定的量 100毫升的血液当中含有着多少的一些 的这个糖分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要控制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 也谈到了 大家要把这个糖做一个限制 还有一个乳制品 上午一位女士在问我她家里的这个出租生 那么为什么会有挫疮 其实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直给大家所讲的就是牛奶 因为大家现在所生活的所喝的这个牛奶 是个工业牛奶 我们为什么要千辛万苦的在牧民手里边 买这样种骆驼奶 或者买这样的一些牦牛奶 因为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认知到 这些食物本身的不同 其实有这样一个文章讲的挺有意思的 人为什么不吃猪奶 人为什么不吃猪奶 因为猪有一个特点 猪不产奶 只有小猪哼哼和小猪叫的时候 母猪才产奶 所以他就不像牛一样 当牛你给他使用了一定的技术 使用了一些饲料 使用了一些催产之后 这个牛会一直产奶 而且他的这个获取牛的乳汁的方式 也比较简单 人类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设备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采取了这样的一些牛奶里边 我们会去年我们前年 现在说是前年了 我们做个检测 会产生非常多的什么IGF-1 就是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而这样的一些生长激素 其实都是会刺激我们的生长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小孩子喝牛奶长高 年轻人喝牛奶长痘 老年人喝牛奶就容易长癌 因为它是一种生长激素的刺激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三句话 所以我们在年轻的阶段 比如说小孩子 你如果小孩子长高 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牛奶 但是在他的成年之后 要学会通过用这种 或者说你把它做成开菲尔 深发酵的方式 但是深发酵的方式呢 是去除不了这个IGF-1的 我们把它这深发酵之后 做了一定的提取 放弃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些结果 那么形成了一个蛋白粉的结构 主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放弃里边的IGF-1 因为除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之外 还有一个 让大家感到疲劳的食物 其实为什么说 一些食物会感到疲劳 那么 麦奇自己也感受到 就存在着个体差异 就比如说 中午吃了玉米 下午就糊涂 那么中午吃了这个蛋米粥 下午就糊涂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个时候 我们所谓的出现的糊涂 就是我们出现了一过性的 一阵性的脑雾 这就是糊涂的一个结果 我今天一般的中午 我采取的就是这种针对食物的 我们这个iPad 我们我针对食物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我今天中午 因为我今天中午忘带了我的这个 那个壁环 就是我们的这个吸力带 所以我今天中午呢 又跑了50分钟的时间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跑步这个事情 能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自身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出汗 我们上午看文章也谈到了 运动能够让我们身体的大脑里边的糖 迅速转化成什么呢 我们大脑所需要的能量 而且运动本身能够促进我们什么 大脑营养因子BDNF的生长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人对跑步为什么会上瘾 就是因为我们每次 为什么可以跑到50分钟 大家觉得我难以坚持 其实就是你们前10分钟就放弃了 我们刚开始跑的时候 前10分钟会产生乳酸 会有很多不适感 那么跑到了30分钟以上 跑到了就是你只要能够坚持了前20分钟 你给你自己做个心理建设 或者说你看看电影啊 听听音乐啊 跟人家聊聊天啊 你只要把前20分钟跑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你会跑的什么 神清气爽 其实为什么在中国跑步的话呢 会形成一个跑团的模式 而不是单人跑 其实大家跑团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跑的时候 跟身边的伙伴聊聊天 互相鼓励鼓励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团队结构 这样的一个时候 你只要你坚持过了前20分钟的话 后边的跑步的像这30分钟 是越跑越舒服 越跑越会神清气爽 所以你会发现我每周三周四 因为要给你们上课 我是没有办法去做有氧 都会以跑步的方式 吃过饭去跑步 来作为我每天的一个锻炼 其实这个锻炼呢 它并不完全是为了什么有氧啊 刷纸啊 我也不太需要刷纸 我也不太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能够让自己的大脑保持一个清爽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是 日常的食物当中 大家要慢慢的观察 就是你吃了哪一种食物 你会有反应 要学会的把它慢慢慢慢的记下来 但是大概率是什么呢 我们所讲的这个什么肤质食物 还有什么呢 对于大脑晕晕乎乎的 一个就是什么呢 食物不耐受 食物不耐受 为什么是乳制品和蛋 还有还有是海鲜类东西呢 概率比较高 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蛋白质的结构 来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那么就是身体这片已经混浊的食堂 能够再次的澄清 所以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要有一个纯净生活的理念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神经系统的调控机制 会产生多种的混乱 我们只有控制住一些食物 我不吃一些东西 慢慢慢慢的是什么呢 改变一些食材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看看它第一段 然后我们就看看大家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有点短 你会发现一点 各色蔬菜 因为在国外的话 他们的蔬菜的做法基本上是沙拉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做法 还有呢 你可以发现我们再回到我今天的主题当中 你看这个是我的中餐 中餐的是一份鱼甘蓝 那么再加上一点点彩椒 再加上我们的炸凉饭 还有我们的蛋白粉的亚麻兹粉 这就是汤 汤里边有我们刚刚讲的 有我们的这个发酵的辣椒 酸汤 还有甜菜等等这样一个 我觉得它的品种是很丰富的 而在我的早餐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 这个和沙拉大家会发现 它没有任何的本质区别吧 什么叫沙拉 沙拉就是多种蔬菜混合 那么沙拉的特点 无非就是生吃 而这样的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呢 是不适宜生吃的 那么我们把它蒸熟的吃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式沙拉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会发现在大洋彼岸也好 在我们东方也好 全世界的各地 都有着良好的一些健康习惯 只不过人家有一些地方叫沙拉 我们的叫蒸菜 你比如在西方拌沙拉用什么 用油素汁 什么油呢 橄榄油 什么醋呢 葡萄醋 这个做法是西方沙拉的标准做法 而我们东方的里面是什么呢 会加什么 加大蒜 大蒜是不是一个良好的抗亚化物质呢 当然是 我们会加什么呢 老橙醋 因为我们东方人没有 因为葡萄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产出物质 在中国除了新疆之外 其他地方的葡萄产量都不太高 所以我们会用粮食用高粮 但是西方世界欧洲没有高粮 所以大家要知道 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是在自己手边的 现有的材料里边挖掘健康 那么我们在吃蒸菜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东方沙拉的时候 我们会用什么 老橙醋 加一点点的酱油 加一点的什么呢 芝麻油 或者加一点的胡麻油 来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原理是一致的 而我们在做这个 我们在做这个东方形的蒸菜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会在家里边 叫做什么呢 抗盐蜜油 什么叫抗盐蜜油 你会发现什么可口粉 奇亚子粉 黑巧克力 抹茶等等蓝莓 这是西方人眼中他们常见的 那么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 我们是什么呢 肉桂 我们的醋泡浆 我们就桂皮 我们的什么丁香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物质 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的话 来我们看看 那么这个里边又谈到了一点是什么呢 抹茶 大家是不是说看到之后就要去找抹茶 但是你们就很少能够看到下一句话 抹茶特点是什么 咖啡因少 对肾上腺的刺激少 抗氧化物质多 那么你要知道 我推荐你们用的 甚至蓝变果 也是比蓝莓要好很多 因为大家认知到的 在我们的超市和商场里边的话 蓝莓算很不错了 但是呢 很多没有商业化的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香蜂草 包括而这个 这个茶氨酸 而茶素 这样的一些物质 这就是我们上午所讲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用咖啡果提取物 因为咖啡果提取物里边 还是或多或少有点咖啡因 所以我们去剃掉了这样的一些东西 来组成了我们现在身边的一个产品结构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们越熟悉这样的一些书籍 这本书我们可能在过年前能够讲完 在过年之后 我们还会带大家去读一些新的书籍 包括像救命 包括饮食的迷思等等 其实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书籍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的全世界所有的健康学者 好像他们推荐的是一个事 我们只不过是什么叫因地取材 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去 因为我们毕竟是东方人 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 原来你说的这个比如说你说的肉桂就是我们的桂皮 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你说的这个抹茶 就是要利用里边的这种儿茶素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把它的这个整体上的这个食物 做一定衔接跟他一定的理解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些事情 基于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那么给大家通过我们对国际化的饮食知识的一个了解 筛选出来一些我们中国人缺少的一个物质 那么把它组合在一起有一些是通过食物的形式提供给大家 有一些是我们通过这个膳食补充器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而且我自己会在我们在里面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叫知行合一 就是这些食物呢就是我们自己吃我们自己用 然后先让你们看到我们所用的结果 当然我用的量比较大 我用的时间比较长 对于大家来讲的话 可能你们刚刚起步就是慢慢慢慢的去跟随 也会有一些良好的改变 好吧 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呢就到这里 牛肉到底是醋盐的还是改善长路的 是这个样子啊 首先你得要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牛 你也知道牛肉在这个整体上的饲养环境当中 如果这个牛肉是严格的草寺牛肉 它对身体的是利大于弊的 跳跳于如果你吃的是骨寺牛肉 那就是弊大于利 你能理解这句话不 所以说我们吃的你看到的是一个牛肉 但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眼睛和经验 去判断这个牛是吃草的还是吃骨的 吃骨的牛肉就是我们日常市场中 大家能看见所谓的叫骨寺牛肉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在它的肌肉里边掺杂着脂肪 形成了一个大理石的花纹 那么这样的一个肉类结构 这就是我们骨寺牛肉的一个特点 那也就是说 你日常生活当中 碳水值吃的过高 那么这个肉本身 这个牛本身 它又是在吃碳水 就所谓的骨嘛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盐上加盐的过程 明白了不 服用红麴后胆固醇 正常了还要继续使用吗 这些东西呢 红麴呀 那都这些东西没有必要把它当做药物去吃 当做生活当中的一个食物 当做这个没有什么严格的量 你就记住天然的食物 吃多少都没事 因为红麴呢 你吃的红麴米 这东西有一个特点 它比较苦涩 你就按照你的口味 每天的食物里边做添加就可以了 你说我接受不了红麴米的这个麻烦 还有这个味道的这个苦涩 那么你 你就用胶囊来替代 也可以 这就是两个选择 对的 就是高塔丁含量的红麴米 其实就是什么 说呢 发酵的更彻底 它形成了一个红麴 也不叫 其实它不叫塔丁 红麴里边呢 是含有一定的塔丁的成分 但是塔丁是它的一个提纯物 但是现在来讲 用的塔丁呢 不在红麴里边提纯 因为这个成本太高 人类呢 在做化学合成 红麴呢 可以算到一种天然的塔丁 大家如果用红麴的话 就是你说我能接受的那个苦啊 色啊 这个口感 那么你就去用它 用它之后的话呢 就是你只要是达到了 自己血脂中的一个正常 还是要去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食物 你不用对它有一个 严格的要求 但是你觉得家里 我要跟大人 跟孩子一起吃饭 我在饭里边 加这么多的红麴的话 可能孩子们会不喜欢吃 那么那么 我们就可以自己用点 我们的纳豆红麴地龙啊 因为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一个就是用到它的提纯物 一个呢 是用到这个 就直接的红麴米 所以我的杂粮饭里边 为什么有些时候 我在北京能够吃红麴饭 但是在上海就不太 因为我家孩子 也不太喜欢吃里边 酸苦涩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在北京 有时候也会用到这个红麴来蒸饭 孩子哮喘 现在白肺了 怎么办 如果说已经到了白肺的这个地步 那么就是它的肺部整个发炎了 你要想快 就得经历痛苦的洗肺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是日常给孩子做好防护之后 就不要让这个细菌感染直接到达肺的深处 因为他要经历过表面 然后上呼吸道 下呼吸道 支气管 费 全部的费 所以你们就是几层的防守工作 层层失误 没有把它做好 导致这样一个过程 网上买的开菲尔发酵菌 可以买吗 不可以买 因为你要懂得这句话 你买的开菲尔发酵菌 你翻过去看 你就会发现 它里边的配方里边的成分是氏酸乳感 还有保加利亚乳感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发酵菌株 开菲尔是个独立菌株 它是一个以活性的物质存在 不是一个大家所认为的这个快速菌株这个状态 开菲尔只能自己去养慢慢养 海带发年用手一丝 海带发年不就是里边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吗 海带什么时候都是用手一丝 它就是个菌 它就是个我们所谓的藻类 它就是个柔软的 本来什么时候都是用手一丝就可以烂了 难道你认为海带要拿剪子剪断吗 海带成片的海带一丝就能断掉的 它就跟木耳是一样的 你木耳能不能丝断掉 它都是一个是海洋菌株 一个是陆地上面的一个菌株吗 接触纯净生活之前 对的 这就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东西被刻意掩瞒 没错 因为对你们有利 你如果懂了这些知识 你会发现我就不是一个社会上的消费者 我从来不去超市 从来不去饭店 我就是通过淘宝在一些农家买一点点的菜 因为我家里包括饮料 像开肥尔我自己做 在这一点上所有的饮料工厂赚不到我的钱 那么开肥尔我自己做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消费会变得很低很低 它会回归到一个类似于田园化的生活 你们再去理解为什么现在农村不让养猪 为什么不让农民留种子 就是要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消费者 你要花钱去买种子 就是你们现在发现 我们在农村里面大家种的粮食 这个种子第二年是不能用的 你还得去买 它就不像以前的话 农民我今年种了一茬 我留点种子 明年可以再用 现在很多的植物 当你购买了一个种子之后 这些种植东西是留不下种子的 这就是被资本所要把它垄断起来 所以大家要慢慢的学会去认知 学会去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会知道了 为什么说像养猪这样的一些 我这样的东西会说会有一个严格的管理 BDF什么时候吃最好 当然是你要想强化 它的效果是空腹是最好 空腹用是最好的 因为我建议这个大家在睡前用 因为睡觉这个时候 是我们大脑进化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大家想出于给中小学生补脑的话 建议这些娃娃们在睡前吃 睡前吃一到两粒 吃足够量的蛋白粉能够完全替代吃肉吗 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吃肉 吃肉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完全的 不是以蛋白质为唯一的目的 因为肉里边肉有什么 我们想这样一个问题 肉里面有什么 肉里边有什么取决于这个肉 这个动物它本它吃什么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这个动物 我们人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比较鲜嫩的草 我们人可以吃 那就是所谓的菜 像一些人吃着特别苦涩的草 我们人就不吃了 以前在农村是什么呢 嫩草 人吃 像一些味道比较重的 像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 就像那种是什么 那个番薯藤 就是红薯藤 这个东西太硬 人不吃 我们会给猪吃 因为包括还有一些草 是人是什么呢 草里边有没有这个蛋白质呢 会有一点点 但是很少 但是我们的人的胃里边呢 没有这个草里边的蛋白 转化成人类的这个蛋白质 就是这个能力 我们没有这个酶 谁有呢 牛有 羊有 所以他们可以吃大量的草 然后一次消化不彻底 休息的时候 反出来 重新再嚼一遍 就是让它的 跟它的胃蛋白酶 再融合一遍 再提取一次 这是牛和羊的一个特点 包括骆驼 反除动物嘛 也是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说 我们通过吃肉的这个方式 实质的目的是 是要获得草里边的营养 所以说你们要明白这个观点 人是不吃狼的 人是不吃老虎的 人是不吃黄鼠狼的 为什么 因为黄鼠狼是吃鸡的 老鼠是杂食动物 就是人吃什么 老鼠吃什么 所以说 它身上会带有着一些 非常容易传染给人的病毒 比如说 猪瘟 比如说鼠疫 这种病 都是传染 可以传染给人的 所以人要吃的是什么呢 是吃草动物身上 所以说我们不是为了来 完全获取蛋白质 本来的这个肉里边 是应该有大量的 维生素 矿物质的复合物的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吃的这种肉 是工业饲养的 它身上呢 带有着太多的生长激素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现在为什么很多小孩子 身上一遇到病毒 一遇到支援体 会特别的敏感 会特别大的反应 就是因为我们给小孩子 原来用于 支援体治疗的 这个比如说土霉素 现在在农村养鸡 在鸡的饲料里边 有了太多 那么当小孩子吃了鸡之后 你通过吃这个鸡肉 获得了二手的土霉素 所以现在我们再给小孩子 支援体感染 用土霉素变得没用了 所以抗药性很强 现在成了这样一个 尴尬的局面 我们对于蛋白粉的应用 是什么呢 当发现了现在的食物 肉类都不安全的时候 我们把蛋白质的这个结构 通过蛋白粉把它强化了 而且我们在里面 又补了什么呢 小球藻 就是补了一些 我们不是讲过这个观点吗 肉里边应该是蛋白质 加植物营养素 是这样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在用 我们的蛋白粉 加了一定的植物营养素 形成了一个叫做 肋肉化的结构 所以就是你在日常体制当中 我的生活是这样 大量的蔬菜 加我们的蛋白粉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健康结构 就是我们彻底逃掉了 肉里边的生长激素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明白了不 所以说蛋白质的补充 蛋白粉是可以的 那么而且它还很精准 匹配的 我们蛋白粉匹配的很完整 就是氨基酸 那么我在里边会加大量的蔬菜 所以蔬菜加蛋白粉 加优质的碳水 就是我的生活结构 我会吃大量的蔬菜 我会吃蛋白粉 另外我会加上全穀物 像其他的 因为维生素 矿物质 微量元素 这些东西在蔬菜里边的 我们就不说了 像水的话 包括我利用喝水的方式 我会利用 包括喝各种的发酵水 喝我们这种类似多酚水 再把我们的营养强化一点 就成了这么一个饮食结构了 左骨下面动脉有斑块 是否要吃他丁 他丁跟斑块没关系 他丁也不是能够让你的斑块软化的 他丁不是真的斑块的 他丁是针对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 让你的肝脏里边 合成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酶 变少 让你不合成低密度脂蛋白 但是低密度脂蛋白 跟斑块一定有关吗 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你跟老师多聊一聊 因为这个话题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就不在课堂当中 再给大家去重复讲 斑块怎么形成的 他丁是怎么作用了 这个的话你找老师多问一下 开心 新鲜杀剂可以吃吗 新鲜杀剂干嘛不吃 当然吃 我也在吃 只不过我们找不到新鲜的 我在北京 我要通过内蒙那边 给我系这个洞的杀鸡 杀鸡果 杀鸡果当然是个好东西 整段玫瑰糠枕 以茶不耐受怎么办 茶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它的食物链的餐桌结构 是什么样子 你得告诉我呀 右脚前脚踝养了好几年的形成硬皮 晚上回家养 是这个样子 刘晓燕 当你这个局部形成的硬皮的话 所有的硬皮 当我们人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足后跟特别容易开裂 那么足后跟为什么容易开裂 首先第一 你的皮肤的吸引代谢速度变慢了 该脱落的没脱落 我们会发现 小孩子的脚后跟是嫩嫩的 就是他们自己的吸引代谢速度快 它新长的细胞 把老细胞 就是它可以不通过 因为我们说成年人 有些人为什么大家喜欢去擦擦背 而且擦背这个事情 一定不要高频率去擦 因为你的角质细胞 形成它会自己掉的 这是最理想的 所以说我们适当的泡泡澡 还好就你在水里边泡一泡 然后让它有一定水合 反应它自己掉 但是你如果说过于去擦背 擦得太频繁 就是还不该掉的时候 你把它擦掉了 这样的话也会带来一定的皮肤的炎症反应 所以但是像你这个足后跟变得这么硬 慢慢的会形成开裂 就是你自己的局部的血液循环速度变慢 新陈代谢速度太慢了 新细胞没有长出来 老细胞没有脱落 那么但是新细胞在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又缺水 那么它就会造成了老细胞的缺水缺油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开裂的环境 白天不养是因为你在白天的时候 我们周围的温度高 你在走路的频率比较动 你至少还在动 周围还是有点血液循环 晚上回家 家里边比较冷 当你坐下来之后 就会形成了这样一个 才就是一个血液不循环 然后营养物质供用太少 所带来一个温度变化带来反应 简单化处理的话 可以多用一些我们的这个霜 就是我们有机的这个霜 多涂抹一下 促进它的这种皮肤当中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 把它脱水的这个环境 把细胞间脂质给它融合一点 会好很多 右手食指上侧疼疼 这种疼都是神经痛 都是你局部的神经受到的压迫 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疼痛感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给大家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捏后背的时候 因为我中午 因为我不太方便赤背给你们拍 但是我们中午的话 助理因为我要换衣服去跑步 他们捏过我的后背 你们就会发现小孩子的后背 你去捏它 它是不痛的 你捏我的后背 我也不痛 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凶索乳突鸡 就这一条 你这么用力去刮我这里 你可以把它刮红了 它会刮红 但是它不会紫 它不会痛 就这块地方 但是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这块地方是不能碰的 很多年大的人背上是捏不起来的 捏我们的皮肤 我们不会痛 比如说捏你这里 你没什么痛的感觉 包括捏这里 这都不会痛 但是呢 为什么背上不行 就当我们的背部过于紧张 我们的皮肤 脂肪和肌肉 连在了一起的时候 捏的时候 你的疼痛感 其实是来自于肌肉 像我们这个地方 像我们脑门 大家捏的一般都不会痛 因为这就是皮肤加脂肪 我们捏后背 应该是这个感觉 就皮肤加脂肪 不会让你痛的 但是为什么要痛 就是我们的肌肉痛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里边 本来是柔软的 你要捏捏它 应该是能够捏得起来的 其实人这么掐气 是没那么痛的 但是你这个地方 能产生疼痛感 就是因为你的 这里边的肌肉 产生了一定量的小老损 任何一个小肌肉 我们的关节这里边 任何地方的小肌肉 都可能产生炎症化反应 产生一定的老损 左旋肉碱能吃吗 你要说吃的话 左旋肉碱就是一种维生素 吃的话没问题 能吃 但是你吃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单独吃左旋肉碱的话 不会有什么太良好的 一个健康作用 是这样一个 所以左旋肉碱 大家也不太流行 去用这个东西了 两岁的孩子 嘴巴里边找掌口墙溃痒了 两岁的孩子 你如果说这段时间 是不是小家伙的饮食当中 家长给他做了一些调整 还是说 如果说他现在 是不是还在吃奶粉 如果说他还在吃奶粉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国人 所讲的那种基石 还是要从孩子饮食入手 可以给孩子含一点益生菌 就是我们那个益生菌 倒在他的口腔 口腔这个地方 让他含着 就是咽下去就咽下去 不咽下去就让他含在这里 对他的表面 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恢复作用的 稍微一活动就大量出汗 是怎么回事 活动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身体的 血液循环加速的一个过程 血液循环加速这个过程 当中也是人身体排污的一个过程 我们说过 人类出汗就两个作用 一个是降温 一个是排污 就像很多人喝了酒之后 也会大家出汗 尤其是胖人 当人特别胖的时候 坐在这里 稍微吃点什么东西 一吃完饭 也是满头大汗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身体 自身的一个进化 跟排污的过程 大家要知道 出汗就两个作用 一个是降温 你先看你周围环境热不热 还有一个身体的垃圾物质 排汗其实跟排尿的很多成分是一致的 身体当中先买排泄 这就是很多人喝了酒之后 容易出汗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肤质鸡蛋都没有牛奶三级 那么好 那就把牛奶当作一个重点性的食物 先让它要停一段时间 然后给它一个整体的皮肤的一个修复的方案 那么把它的饮食当中的食物不耐受 剔除掉然后重新构建它的皮肤屏障 那么双药用起来 饮食上做一个全面的管控 严重的胃病早上起来空腹吃花生米养胃吗 我先问问你观海 为什么说吃花生米养胃 谁说的 哦 中国古人说的 中国古人说的 里面是不是强调了一个字 生花生米 怎么来养胃 生花生米和大米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吃生大米不行 吃生花生米可以养胃 其实通过这件事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生花生米你有本事把那个花生衣剥了吗 你没本事吧 对吧 吃生花米的时候都是带着花生衣的 其实这就告诉我们 能够让胃变好的 其实是靠什么生花生外边这层花生衣 这层花生衣可能是红色的 可能是什么紫色的 还有可能是花的 就是这层花生衣本身就是运有着非常多的我们所说的抗氧化结构 抗炎结构 你拿水去泡 你会发现花生衣的颜色就会慢慢慢慢的淡掉 这个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多酚的物质 它是个彩色的食物 这个是花生衣抗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游览 所以大量的在 它是靠花生衣 而且花生本身 你细细的嚼 慢慢的咽 它形成了我们胃肠 我们所做的一个消化的一个小负担 就是它自己是一个颗粒化的结构 它里边有碳水 它有脂肪 那么 其实是通过生花生养胃这个事情 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变成什么呢 大量的吃AKG 因为AKG的抗炎作用 远远比你那点花生衣强太多了 你想利用花生里边这点脂肪 那么形成的对胃上的这样的一个油脂化的膜的保护量也太低了 你吃生花生 不如好好用AKG加亚麻籽油 要用现代仰观 看中医以前所推荐的一些方法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 整个的我们在中原民族这个地区 我们能够获得的带有抗氧化作用的脂肪类食物 花生和核桃几乎是唯一的 核桃很多地区还比如山东 为什么会有花生油这个习惯 因为他们产花生 但是你比如像 比如就像你说的这个吃生花生养胃这个习惯 其实你要跟核桃相比的话 核桃更好 只不过是什么呢 说吃生花生养胃的这些老专家老医生们 他们那个年代没见过核桃 明白了不 所以说要把这个食物的话 你包括现在 在那个什么地方 在西北 西北人认为养胃的最好食物是什么 是杀剂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理解了杀剂之后 它也是在利用杀剂里边的Omig3 所以你会发现 这都是当地人限于自己的认知筛出来的 都对 所以如果我们在今天的话 要选择这个理念里边的精华 那么既然是生花生 你就知道要带着花生衣吃 花生衣是抗炎化的 是多分是抗炎的 那么我们用AKG加亚马紫油 会把这个结果放大化 明白了不 等会等会我来玩 有胆囊盐和脂肪肝 有胆囊盐和脂肪肝 亚马紫粉30克 亚马紫油20毫升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这个吃法 开飞尔是酸奶还是奶酪 所有的奶酪都是先成酸奶 然后立掉乳清蛋白 你就把酸奶理解成为豆浆 你就把豆腐理解成为 豆浆加点凝固剂 一过离掉了水 不就是豆腐吗 奶酪是先把它做成了酸奶 它不用加东西了 因为它的乳清蛋白和酪蛋白 是分离的 你再一过滤 它就形成了一个乳清蛋白的结构 还有一个奶酪结构 大家知不知道在藏族饮食当中 还有一个东西叫取辣 我还是给你们看看吧 我现在我 我把那个取辣发给你们看看 好 发过来了 我发现 我发现现在我真是 来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奶 你们能相信吗 这个叫取辣 这个俗称叫奶渣 它是一个 我们 不叫我们吧 就藏族在做了 这个把奶发酵成酸奶 提取了酥油 不还是剩下一些乳清吗 再干燥 再干燥 剩下的这么一些 类似于脂肪颗粒一样 这么样的一个奶渣 这个叫取辣 所以说奶里边 在自然发酵的环境之下 能产生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呢 你会发现一点 你用你们家里买的那个 就是我们超市里买的那个牛奶 你既做不出来酥油 你也做不出来取辣 这都是我们 从牧民手里边 找来做食物研究的时候 所知道 所以既然这个食物 牧民能吃了几千年上万年 而且 对它的很多功效 有着非常深的推崇 我们就要拿来研究 看看有没有价值推荐给大家 所以这就是我们家里边的取拉 如何区别天然提取 与化学的提取物质 其实很多一点 在这个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它的生物制备的过程 还有一个 它自己的一些基础的原材料 来源 一般包装上会写明的 水飞机和陈春雨要同时吃吗 最好是同时用 就是这个两个怎么说呢 一个是能够做肝脏的大扫除 一个是做肝脏的清洁 就是大扫除之后的垃圾 能够被它自己所清洁掉 所以这就是我们两个 做茶饮的一个基本要求 八岁的女孩子 总是忘记教给她的知识 每天吃几粒比较好 一到两粒 一到两粒就可以了 大豆三级不耐受 大豆三级不耐受 其实你只要吃发酵大豆 一定要记住 发酵是对蛋白质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一个破坏 我们你就发现一点 一个食物它的硬度 它的粘度 你包括黄豆是个很硬的 泡过了之后 就能够变软一点 发酵之后 那个钠豆你去捏它 它就一碾就碾碎掉 它的粘性就没这么强了 那么这个食物呢 就容易被我们的肠道所分解掉 能理解了吧 就像我们所说的鸡蛋 蛋清是很粘稠的 会一坨一坨一坨的 它比如说你吃个生蛋清 到胃里边 它又是流动的 它本来就成坨 我们的胃蛋白酶呢 很难把它分解掉 但是你把它经过了加工之后 或者说你把它 做了一定的这种 这种处理之后 我们就容易处理一点点 其实核心的目的 像中国人以前有一个说法 就是像老人都知道 在吃喝牛奶之前 要吃点面包 让牛奶留在胃里面 其实就是让蛋白质 跟这个胃酸多接触一点 给它做一定的分解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怎么养开飞 我以后慢慢教你们吧 那个东西其实挺麻烦的 我不太建议你们自己养 因为养不好就死 因为它对温湿度 要求是蛮高的还是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用甘菌呢 甘菌就是简单 它脱水 就是你们容易储存 像我们家里边 一般敢用活菌 就是开飞尔是活 它会越养越多 越养越多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如果我给我家阿姨了 我家阿姨把开飞尔养死了 我家阿姨把我的康普茶 康普茶很简单 从我家拿点菌膜 拿一杯康普茶 回家就能养 但是我家阿姨把康普茶养死了 我家阿姨把这个开飞尔养死了 这个还是个说难不难 说简单会者不难的一个事情 大家慢慢学 好吧 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跟大家聊